285 太陽報Sund Money 畢業生全職炒股拓淺路 2015年7月13日財經 B07Sund Money中港股近日一度暴跌如2,000點 一時間股民風升學雷,擔心港股正式步入熊市 然而以下兩位應屆大學畢業生,不打算沉迷一份好工 卻決心當上全職股民,一個要以個人資金來鍛煉投資技巧 另一個則要靠炒股賺取創業本金 Ganny 專研業績報告找目標胡家豪Danny 畢業於曾瑞針Z學院市場學 喜愛運用股神巴菲特的價值投資方式 專研公司的業績報告來決定長線投資組合 近期港股異常波動,Ganny持有的股票帳面虧蝕了百分之二十 但他依然對持股公司的信心十足 全職股民不用按公司的上班時間表工作 所以要成功就必須更自律 Ganny 他每天會花大約七至八小時專研投資 有時甚至努力至凌晨二時 他也會訂立每天的工作日程及目標 以好好善用時間,讓每天過得更充實 例如,他會要求自己每天讀完投資書中某幾個章節 以及專研公司的業績報告 參考營利及營業數據等 對他而言,找到個人熱愛的事業便能全程投入 最終也會有所成就 後准時機主工長線作為讀生子的Danny 其習慣獨立思考和讀之解決難題 他獨立的處事方式訓練出良好的心理質素 並有了他抗疫獲取得投資成果 其主工長線價值投資 生命為報應以月或年計 以學會料有耐性地等待時機才入市 現在,他能輕鬆地面對長線投資 導致流動資金緊絕所帶來的壓力 從2012年開始炒股至今 他以為自己定立目標 即平均月入12000元 相等於學士畢業生的平均薪酬 近年來一直達標 而今年首六個月 他有約一倍的回報 Lucky K30歲前賺百萬創業港股上週三急射 當天林志豪Lucky卻獲你7000元 享受了跌市下賺錢的飄飄然感覺 當然,他並非以日賺數千元為目標 而是希望30歲前賺100萬元 用借統金來做生意 完成個人的創業夢 Lucky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計量金融學 稱個人主要靠觀察外圍經濟市況 和運用技術分析來決定短線投資組合 上週三次急錯 Lucky卻成功在當日次暴跌2000點的一刻 大膽買入此營購正薄反彈 即日沽貨易市獲你7000元 而過去一年 他累計的投資回報達三倍 期間靠買賣 A股 交易所買賣基金 及內地獻商股而獲後利 年紀輕輕的他除了以投資為終身職業 也期望30歲前完成創業夢 開始資訊科技或服裝公司 他笑指 創業做生意是最高風險的投資 成功略低 所以他定立了30歲前賺100萬的投資目標 希望將來能利用被動收入系統貧金去創業 在創業期間 可以利用債券利息去營運自己的公司 這樣便可以有足夠的現金流去承擔虧損的風險 勒切認為 資質可減低投資風險 實戰即可累積經驗 投資前要先做功課 沒有必賺的門路 儲足彈藥承擔風險為減低渦輪槓槓風險 他會設定止食位 以及準備足夠的現金儲備作最壞打算 以承擔虧損 如有100元資產 他只會用80元作投資 而每次交易前 他都會用Excel及 VBA等電腦軟件協助分析股票走勢 也會緊貼市場資訊預測試 放和調整投資組合 他明然投資規矩是正常不過的事 再者 他是投資新手 所以會從經驗中學習 努力成為專業的投資者 剛畢業便投身全職的投資者的行業是否明知 答案見人見接 但值得高興的是 Lucky和Danny認清自己的興趣和理想 潮柴惠是男兇 年輕人就該這樣 逢周一看出 又對 有不足的 負責 請 請 請 先 請 感谢观看